哈喽大家好 美国职棒星球季还有至少一个月才开打 为了要补足大家对星球季开打的渴望 我们要带您回顾一些 美国大联盟世界大赛的伟大时刻 2017年世界大赛 休士顿太空人击败洛杉矶到期 但是两年后大家发现 太空人当年作弊的行为 令人感到不耻 即使是现在 观看这些精彩的画面 也会影响球迷对球员当时的表现与成就 这是2017年世界大赛第二场 是一场令人血脉喷张的比赛 洛杉矶在世界大赛以1比0领先 因为两队你来我往 需要打到延长赛才分出胜负 到期在第九局以3比2领先 太空人的工具人马文·根扎勒斯 从终结者Ken Lee Jensen手中 打出了洋春炮最平战局 而且这球打出去 所有现场的到期球迷 都安静了下来 到了第10局 队长Jose Altuve 从Josh Fields手中敲出全雷打 将比数超前 4比3 太空人领先 可怜的Josh Fields 应该很多人在怪你吧 因为你又被敲出全雷打 这次是Carlos Correa 最带给太空人2分的领先 到了时局下 到期大反攻 Yasio Puig加入了开炮的派对 敲出这支阳春拳雷打之后 还顿了一下投手 这支红不让 缩小两队的差距倒只有一分 这么有趣又激情的球员 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呢 后来在得点圈有人的情况下 Kike Hernandez的右外野安打 送回追评分 到期气势如虹 现场球迷的心情 还到最高点 但是太空人当晚火力十足 开路先锋George Springer 航出中外野的两分炮 瞬间再度将比数拉开 太空人救援投手Chris Davinsky 最后在惊涛骇浪中锁定胜利 帮助太空人在系列战扳平战局 坎萨斯式皇家 是过去20年来 最受欢迎的世界大赛冠军球队之一 他们的小球打法深受大家喜欢 而且靠着精神领袖Eric Hosmer 获得最光荣的时刻 像是Hosmer的Paule 也能够帮助球队赢球 恭喜皇家队 在2015年的世界大赛第五场 顺利封王 赢得成军45年来 第二座世界大赛冠军 再来有人说 棒球是团队运动 或许如此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就在2014年 旧金山巨人 靠着Madison Paule 令人难以置信的投球表现 获得五年内的第三座世界大赛冠军 棒Garner虽然才休息一天 但是在世界大赛第七场的第五局 就上场救援 这时候巨人以3比2领先 他在三阵调Lorenzo Kane之后 结束了第五局 而且还没有调任何的分数 我想在这么关键的比赛 棒Garner应该不觉得 身体有任何的疲惫 到了第六局 在他被打出中外野飞球之后 顺利的让皇家打击三上三下 巨人总教练Bruce Bocci 应该非常满意 心里非常着急的皇家球迷 现在只能开始祈祷 因为棒Garner投出的曲球 又让皇家打者无功而返 再度三上三下 看来这时候 你说什么 都无法赶棒Garner下场 到了第八局 第一名打者 Elsiris Escobar挥棒过半 遭到三阵出局 他不认同这个判决 而且还对一蕾神说 No!这球没有过半 他不高兴 球迷更不高兴 因为棒Garner 又让皇家队三上三下 比赛进入第九局 比数依旧是3比2巨人领先 Eric Hosmer遭到三阵出局 这时候已经连续14名打者 都变成出局数 棒Garner气势如虹 不过这时候 被打的安打 中外野手居然漏接 让皇家队 顺利攻占得点圈 追评分只差90英尺 棒Garner也投了60颗球 手臂肯定非常的累 但是他在比赛中 投出的第68颗球 顺利让Salvador Perez 打出内野的软弱飞球 功夫熊猫Pablo Sandoval 过来借外驱 借杀之球 军任以3比2 在第七战惊险获胜 获得5年来的第三座 世界大赛冠军 棒Garner总共投了21局 只有一分自责分 送出17张老K 或许系列赛MVP实至名归 最后我想要问大家 你心目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世界大赛时刻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